一名新加坡体育学校学生训练时身体不适 送院后几天不幸死亡 这是体校首次发生学生运动员训练期间死亡的事件 校方表示将展开详细的调查 并彻查审查所有的安全守则 死者是14岁的普拉纳夫 他是体校羽毛球队的学生运动员 校方表示他当时正在为下周在成都举行的青年锦标赛做准备 上个星期四他在结束400米的计时跑步训练后 抱怨身体不适 校方随即将他送入国大医院接受治疗 但他在6天后不治身亡 死者的葬礼傍晚在万里活化场举行